嗨,大家好,我是章一德 我目前是一位自由接案的3D概念設計師 這部影片我會使用ZBrush的KeyBash功能來加速我建造3D場景和角色物件的流程 概念設計在上一按上面應用的主要功能就是快速的在短時間內產出前期的概念圖 跟最後影片或是其他完整品產出來的完整度一定會有差別 它的作用就只是透過短時間內各種不同的創意發想來多方發展整個案子的可能性 一般案子通常每天或是隔個兩三天就需要交出一張新的概念圖的進度 所以沒有太多時間在那邊給你慢慢凋戲或者是場景裡面的每個物件都自己把它建出來 然後貼圖也都自己畫 那我有接過比較正式的概念設計項目通常都會要求在兩週之內完成 那最多頂多一個月而已 那有些人可能會在剛接觸這個領域的時候覺得 使用別人製作好的素材來做組合就不是原創的 那甚至會覺得是挪用或者是抄襲 那這種想法也算是常有的事 畢竟我以前也曾經這麼想過 但是在發展前期概念的時候 業主不太可能會給你太多時間做所謂完全原創的作品 那適當的運用素材使得畫面上或是整體的設計表和別人作品太過相似 那這樣基本上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這邊有幾個我會在上面購買其他創作者製作的3DKBASH素材的網站 那第一個也是Artstation 那這個上面可以說是什麼都有賣 只要有關設計、繪圖、創作等等需要用到的素材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再來是Vitali的網站 那不好意思我不會念他的全名 不過他是我 一開始接觸3D就一直視為機械 還有一些印表面建模裡面最厲害的一位3D設計師 他設計的KBASH不只在細節上非常的豐富 也在平面設計上有那種輕重協調的美感 那應用方面也是可以相當有邏輯的去組成一些看起來實際能使用的機械 就不是只是造型特殊而已 那下一個網站是Gumbrot 它也是一個販售虛擬物件和一些教學的網站 搜尋KBASH就可以找到許多相當不錯的素材能夠使用 那介紹完來源之後我們就來看到軟體的部分 雖然說購買下來的素材在各種3D軟體裡面都可以做使用 但ZBrush的InsertBrush這個功能我還是覺得對我來說是最快速方便的一個流程 那開啟的方法是把做好或者是買下來的ZPP檔 把它放在這個路徑下 然後打開Lightbox 然後Brush 然後找到你存放的資料夾 那它裡面就會顯示 你所有存放的筆刷可以使用 打開之後呢 左邊這邊有一個Modifier可以點開 裡面就會有這個InsertBrush所包含的每個物件可以來做選取 那新版的ZBrush在上面這邊也會顯示一排 物件可以做快速的選擇 那選好之後就直接在表面上用左鍵拖拉就可以把它拉出來了 那好了之後按住Ctrl加 左鍵 然後在空白處 拖拉 然後放掉它就會取消掉它的Mask 那雖然 還是在同一個Subtour裡面 但打開Polyframe這邊 還是可以看到它是不同顏色的Polygroups 那Polygroups就比較像是 Subtour裡面在分 另外的圖層 那如果要把這些不同Polygroups的圖層 把它從同一個Subtour裡面分開的話 那就在 這邊有一個Split 然後有一個 Groupsplit 它就可以把不同顏色的部分把它分開 變成 不同的Subtour 那利用這些零件我們就可以 快速的去組建自己想要的外型 那ZBrush上面的基本操作我都先不會提到 那對這個軟體還完全不熟悉的人 可以先去他們的網站 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一些基本操作教學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快轉 就是一些製作的流程 可以把這個掃描回到 做一種類的就算 很大 您可以把這個掃描一下 但是那是 又可以把這個掃描 可以把這個掃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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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